今次跟大家介紹人臨中前抹期癌症也好 抹期其他病也好 人臨中前通常都會經驗到的幾個病徵 還有講一種藥 這種藥就非常之神奇 這群人臨中非常之令人害怕的病徵 這藥也能夠很有效地把它控制到 令人在走最後一程的時候能夠平靜和有尊嚴 第一個病徵就是呼吸困難 呼吸困難在末期的病人非常之常見 當然很多時候本身有肺的病 例如慢阻肺、氣管的病 到了後期很明顯氣蓄得很嚴重 甚至不是肺的病 例如心臟的問題 心臟衰竭到最後 因為心臟不能吸血 血便會滾到肺 肺好像被水浸了 這樣又是呼吸困難的 就算其他病例如癌症癌症癌症癌 這病例如癌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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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 第二病例如癌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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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功能都已经在衰竭的当中 身体控制电解质的能力都会暖了 电解质就是甲、链、钙等 这些对于神经全道肌肉收缩都相当重要 如果这些东西都打乱了 肌肉、神经线的信息就会暖了 肌肉的纤维就会不自觉地收缩 形成这些病症 第三个病症与第二有点关联 就是不停地打施益 不停地打施益 其实原理与肌肉不自觉地收缩差不多 因为蛇打施益 就是横甲膜的肌肉 横甲膜是一大块肌肉 一样有神经线接着它 神经线有信息或错误的信息走来 肌肉就会不断地抽搐 抽搐就会不断地打CX 很不舒服 这也是身体机能衰竭到最后期的一个常见的问题 第四就是临终的病人多数都有 就是那种不安 招躁这种情况 就是agitation 这些原因当然很多方面 当然人到那个地步 很多身体的不舒服 比如各样的痛楚 严重的痛 刚才说的那些呼吸困难 身体其他地方 比如睡床睡得太多 那些压瘡发炎 或者小便去不了 就被捕住 各样的那种感觉 都会令到人很焦躁不安 就好像睡在这里也是点来点去 晚上又睡不着 个人很紧张 很惊恐 也都有心理因素 当然到最后那一刻 他怕这些病症 不知道多久的折磨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解脱 又担心自己的离去 或者担心家人 各样的恐惧 总之各样加在一起 令到人到临终的时候 就有这些不安情绪 当然也是非常煎熬 这些东西除了对病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之外 其实对家人来说 看着他这样受苦 也是很容易留下一些阴影 令到他一生都有一个遗憾 所以可能的话 我们都尽量将这些病症 能够控制到的话 对病人对家人来说 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现在就介绍这种药了 这种药又不是什么新发明 又不是什么突破 其实就是一些很普通 类似大家经常会吃的安眠药 振静剂 那这种药叫做Midatula 那这种药 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粒在我们的中书神经 中书神经的那里 就有一些受体 会接受Midatula 这样粒在它 那我们的中书神经系统 就会有一连串的反应 整体的反应主要是一些压抑过度活跃的信息作用 有点像总制那样 好像删除总制那样的意思 我刚才说过控制呼吸 令我们感觉到知道呼吸困难 知道有危险的机制 其实就在我们的中枢神经那里 无论是引起呼吸困难的原因是什么也好 最终我们觉得有那种透气困难的感觉 就是由中枢神经去感觉到 告诉我们的 这些神经线像是把按钮关掉 即使肺肺、心肺等功能真的有问题 但是呼吸不到气的感觉就大大减低了 因为感觉不到那种辛苦 呼吸困难也有一个很强的心理因素在那里 因为呼吸困难的话 当然是一个警号 也会令到我们很紧张 越紧张就越觉得呼吸不到气 那么恶性循环就越来越辛苦了 所以这种药就会令到我们镇定下来 呼吸困难的病症也会有所减少 因为这种药就是令到我们的中枢神经 把咖啡关掉 因为中枢神经是控制我们身边 其他的神经线 控制肌肉的神经线 所以如果把中枢神经的 控制肌肉收缩那些讯息减少了 我刚才说过的那些 在末期病人身上 经常会看到那些不自觉的肌肉抽足 甚至不自觉的打施益 忍不住打施益 不停地打施益 那些也都可以得到压抑 而减低了病症减少那种不息 那第三 这种药既然是镇静剂安眠药的话 那对于末期病人最终 就是最后的日子最后一程的时候 那种不安 那种westlessness agitation 那种焦躁 也有一个镇静的作用 就会令到人安定下来 那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 那种恐惧、紧张 那一部分 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 那睡眠那里也是 那睡眠那里 也可以令到那些人 可以起码睡觉 家人看到他休息到 起码人平静地离去 在善中的过程里面 那对于大家都有好处 总结一句 这种药 对于末期病人的用处是非常非常大 我其实在Twitter也看过 一个医生说过 他在疫情期间 在ICU那里 就见过很多病人 因为严重的COVID离世 COVID离世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疫情过去了 但是大家想起来 其实很多人 就在没有家人的情况下 一个人在医院里面很惊恐 很痛苦地离去 或者那位医生亲眼看到 这种药 这种药 在病人最后一程的时候 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令到病人最孤单 最痛苦 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 都走得有尊严 他的结论也是说 即使他走的时候 他都指定 一定要用这种药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视频 记得留言 点赞 还有还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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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